往下看我们有一个D大调音阶 还记得我们第一节课讲的 第三根弦代表的字母是D吗 第三根弦的唱名是Ray 它的代表字母是D 从D开始的我们叫D的音阶 我们看一下D大调音阶 从三弦开始 然后三弦的一指放上去 三弦二指放上去 三弦三指放上去 回到E弦 回来 其实它跟我们A大调差不多 同样要注意的是二指一定要靠着三指 因为这里面也有声发 再看一次 三弦开始 弹抱 虽然 刚刚我们学习了低大调音阶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低大调的写法 低大调呢是从第三根弦开始的 第三根弦的空弦 然后一指二指三指 然后再到二弦 后半部分我相信很多同学已经掌握了 第一部分呢你要看 第一个音是ray 它是在第一条线的下面 完了me 在第一条线上 fa第一间 so第二条线 la 应该这后半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 re mi fa so 掌握了如何弦以后 你就能更好的帮助你认谱